呀大家好我是流星 那會做這集的契機 首先還是要先來感謝June的超級留言 這集我整理了的秀系列 一直以來留言區大家的問題 在這裡統一回復和展示 說不定也可以幫你解決同樣的問題 那這邊也要先打個預防針 我這遊戲也沒有玩太久 研究沒有說到很深 基本上都是我從遊戲經驗中了解 或是上網查到的資訊 如果有錯誤的部分 還請發現錯誤的大佬們更正提醒 謝謝 在開始之前如果有關於Gameplay設定的問題 建議先去看我那支Gameplay設定翻譯介紹影片 這邊我就不會再重複講了 接下來的內容都會以 PlayStation裝置做主要回應 其他裝置的玩家還請自行 對照成各自裝置使用的按鍵 接著就來開始回答觀眾的問題吧 首先當然是先來回答June的問題 按鍵的部分大多還是會因為 你Gameplay設定不同而有不同的按鍵 那些按鍵我也都在那支設定影片講過了 如果還有其他按鍵問題可以再詳細詢問 待會也有一些觀眾有提出按鍵的問題 我再一併說明 那關於打擊手背技巧 嗯...我可能就不能給什麼太專業的意見了 因為自己也還在慢慢的練習 這邊就稍微說一下 我目前剩下模式的球員養成思路和打擊方式 因為我比較喜歡高打擊率的類型 所以我一開始創角色是選Kontek型球員 這樣的話球員預設Kontek數值就會比較高 不用盾很準也可以打得不錯 後面再靠有裝備 徽章 還有訓練 拉高Power提高長達能力 那也因為Kontek高的關係 我在球速領先投手時我都是使用Power回棒 球速落後我才會改成Normal或是Kontek回棒 除非你手眼協調跟鬼一樣 球棒都可以對準球星 那你選Power型選手 儘管拉高Power也可以 至於手背的話 就是判斷球過來的路徑去移動就行 遊戲中也有方向提示 再看當下出局數決定要傳哪個雷包 有棒球基本觀念應該都沒問題啦 那關於主業這邊的遊戲模式 因為我自己只有玩生涯模式和經營模式的關係 對其他模式不熟我就不亂介紹了 以免影片篇幅太長 然後還出現太多的錯誤資訊 未來有機會研究再專門做影片介紹 這裡就先簡單介紹一下上面這五個模式 那第一個這個Rode to the Show 生涯模式 就是創建自己的球員並體驗自己的美職棒球生涯 再來Diamond Dynasty 鑽石王朝 就是類似手遊 你卡包開到的那些球員卡就是用在這裡 可以單機也可以線上遊玩 再來這個March to October 賽季模式 就是打一個賽季 但是只有打少數的比賽和局數而已 那再來這個是Franchise 經營模式 就是扮演GM運作你的球隊 像是交易、簽約、球探管理等等 制定性很高的一個模式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下去比賽遊玩 那再來這個的話是 The Negro Leads 黑人聯盟 那這個就是故事模式 可以了解這些黑人球員的故事 並體驗當時的比賽 那你只的這個經典球隊的話 The Show是有以前經典球員組成的隊伍啦 但是沒有以球隊區分 就是你在下面這些模式 選隊伍的這個地方 你一直往下切就會切到 像是這個 還有這個跟這個 那這兩個的話是明星賽球隊啦 那上面這三個的話就是 由過往的一些經典球員組成的隊伍 那剩養模式你要少點的話 你要先在你的Play商店 或是App Store 直接查這個MLB的Show 就可以找到這個MLB的Show Companion App 然後就把它下載安裝 裝好之後就把它開啟 然後這邊它會有一些功能的介紹 那到這個畫面呢 你就選擇你裝置連接的帳號去登錄 那登錄完這邊就按同意 那進來之後呢 你就點選下面最右邊這一個 那這邊呢可能會有Bug還是怎樣 我不太確定 它這邊是顯示的Show21 不過沒關係啦 你就把畫面拉到最下面 這邊有一個 Switch to MLB的Show23 就可以切換到MLB23去 然後我們一樣再點到下面最右邊這一個 那上面這個Face Scan 就是臉部掃描 那點下去它會要求你 允許這個程式去使用你的相機 那這邊就同意它 然後這邊我們就一樣按同意 然後如果它跳這個畫面的話 你就長按點選下面這串文字 然後下載它這個檔案 那這邊下載完之後 你就可以點選Open Camera 開始拍攝你的臉 進行臉部掃描 那這邊就注意一下 你在拍攝的時候 盡量在光線明亮的地方 然後對準你的臉 記得有瀏海的話要掀起來 露額頭 盡量不要有東西遮到你的面部 然後一切準備都完成之後 你就按下Take a photo 那拍好之後呢 如果跳這個畫面的話 你可以點這個 Show Analysis 然後左上角它這邊就會顯示說 可能你在拍攝上哪些部分有問題 讓你做調整 像是你可能嘴巴是張開的 嘴唇沒有保持水平 頭可能是歪的 眼睛可能沒有張開 那如果你試了好幾次都還是有問題 覺得不用那麼嚴謹沒關係 那你就可以點選下面這排藍色的字 Click here to advance anyway 那這邊就會出現這兩個選項 左邊就是再重新拍一張 那右邊就是可以開始上傳你的照片 然後你就可以回到The Show這邊 點下這個Face Scan 然後按下插鍵 它就會讀取你剛剛拍攝掃描的結果 那確定沒問題之後你就按Option鍵 確定完成 就沒問題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從Lux這邊 去做更進一步的詳細修改 好那再來回答這位觀眾對於按鍵的問題 打擊按鍵的部分基本上都是 三角鍵是短打 圓圈鍵是Contact揮棒 叉叉鍵是Normal揮棒 方形鍵是Power揮棒 那揮棒控制和打擊鍵面因每個人設定不同 會有不一樣的操作方式 詳細的差別可以參考我之前Gameplay設定翻譯的那支影片 這裡就不再重複題了 再來有許多人都有遇到揮棒變成Checkswing的問題 通常是因為你太早放開按鈕了 因為這遊戲提早放開按鈕會有Checkswing的機制 所以建議確定要揮棒就直接按到底不要放開 那再來這位觀眾關於跑壘的問題 跑壘鍵一樣在設定翻譯影片說過了 這邊主要是補充一下就是R1和L1可以控制離壘距離 長按的話可以提前準備起跑或是回壘 那這邊觀眾有個問題是說 跑壘有沒有加速鍵 就我所知是沒有的 不過我跑壘通常都還是會繼續往上推左搖桿 那再來也有很多觀眾有滑壘撲壘的問題 那這部分的按鍵是我自己遊玩過程中釋出來的 就是長按L1再按右搖桿向下是滑壘 那往上的話就是撲壘 那往左或往右就可以側身的撲壘 那建議滑壘的時候你要提早按 太晚按的話它會變成自動撲壘 那再來這個問題 要停在壘包之間的按鍵 是我在生涯第18集後來查到的 長按R2的話就可以停在壘包跟壘包之間了 那最後是這個生涯模式關於鎖備按鍵的問題 Gameplay設定這邊雖然有可以設定雙按鍵 就是R1跳躍R2飛撲的設定 但我測試之後這個是只有在非球員鎖定狀態才能用的 生涯模式就只能按R1讓電腦判斷要飛撲還是跳躍 那再來這邊有觀眾問我 生涯模式的打擊視角是用哪一個 那之前的話我是使用Strike Zone 現在的話則是改成用Zoom的 那至於哪個視角比較好 應該也不一定啦 都還是要看你個人的習慣 那我自己的體感是之前用Strike Zone雖然畫面大 很好看清楚球 但感覺球過來的速度比較快 而且低角度變化球最後會很容易直接消失到畫面外 那Zoom的話就是視角比較遠 感覺比較多時間反應可以對付速球 低角度的球也會比較好攻擊 缺點就是球看起來會比較小顆不太好瞄準 然後這邊有些觀眾在問打擊姿勢和權力打姿勢要怎麼修改 那生涯模式的話你可以從左上角這邊進來 然後讀取你要修改的球員後 拉到最下面然後最右邊這個Motions and Sounds 然後這個Betting Stance Creator 那第一個這個Betting Stance就是打擊姿勢了 那權力打姿勢呢則是在Animations 這裡的這邊這兩個就有分左邊和右邊方向的權力打姿勢 那至於這個觀眾的問題的話 生涯模式在開始後就不能再更改其他球員的資訊了 如果要調其他球員的姿勢要到主頁這邊 Create Rust Control Edit Player Edit Player Motion and Sounds 這邊就跟剛剛一樣了 可以改他的打擊姿勢之類的 那再來這位觀眾問說在哪裡可以看到所有的球員 那你可以在主頁的右上角 Create Rust Control Edit Player 這邊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球隊球員名單了 你可以按R2去切換 也可以長按 然後就可以開啟這個輪盤去快速找到你要的球隊 那再來有很多留言問說要怎麼查詢球員 在生涯模式你可以點選My Team Transactions Player Search 這邊就有很多條件可以篩選查詢 那像這邊這兩位觀眾要找打比秀和林玉銘 我就在First Name這邊打YU 然後R2 再按Option鍵查詢 就可以看到所有名字裡包含YU的球員 像這個打比秀還有林玉銘 那這位觀眾問的林木一郎 這遊戲裡面沒有內建 你要自己到主頁右上角 Create Boards 然後用R1切換到Player 再按方形鍵 就可以按Search 查詢 再按Find Suru Ichiro 這邊就可以看到別人做的一郎了 你也可以用R2去切換夜數 這邊有很多 那你也可以再按方形鍵 這邊Sword 這邊篩選條件改成 評分 或者是下載次數 然後再按方形鍵去排列 就可以找到大家可能覺得比較像 做得比較好的球員了 然後決定好之後你就可以點選他 然後按Download 把它下載下來 這邊可以自己取名 方便記錄 那接著這位觀眾問說 要怎麼把大鼓移到到齊隊 這邊就來示範一下 不過到時候The Show24他預設應該就是在到齊隊了 那首先一樣到主頁 Settings File Management Load Rasters 到這邊來讀取你要修改的球員名單 像是第一個這邊這個就是 可能你之前有一些已經修改過的球員名單存檔 就可以從這邊去讀取 那第二個這個就是會隨著限時球技的狀況去改變的球員名單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他這個遊戲預設的球員名單 那讀取完之後呢 你再回到主頁 然後這邊來到 右上角Create Rasp Control 然後左下角這邊Rasp Control 這邊找到天使或是 到齊的球隊 點下去之後呢 按這個Player Movement 然後你就可以把右邊這個球隊 切換到天使隊 然後找到大鼓翔屏之後 那你就可以到你們隊上 找到一個 你不想要的球員 來跟大鼓翔屏做的交換 然後這邊退出的時候 記得按統一變更 這樣子的話 大鼓翔屏就到到齊隊了 然後這邊也可以修改他的打線 你就可以把他擺進來 DH 那你交換完他球員名單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這邊的話你可以 自己到這個打線這邊 或者是 輪值這邊去調整他的問題 或者是你可以快速按方鍵 讓電腦去自動調整 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這邊也來介紹一下怎麼 我把剛剛下載的一朗讀入球員名單 首先是選擇想要讓他加入的球隊 然後選這個Manage Roster Import Player 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 找隨便一個野手 當然如果你下載的是投手 你就要隨便找一個投手 然後 點選 之後按這個 Import Position Player 然後這邊就可以讀取剛剛下載的 林木一朗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到 林木一朗就加入這個球隊了 哇這個作者把他的數值調得好猛 呵呵呵 那再來最後退出的時候 記得這邊要按Safe Roster 然後Safe Custom Roster 這邊再隨便取一個名字 這樣呢你就存好這個球員名單了 然後呢之後再從你要玩的遊戲模式 像是這個生涯模式這邊 你就可以讀取剛剛做的這個球員名單檔 下去做遊玩了 那下面這邊這些模式呢 你要自己再到右上角這邊 File Management 這邊去讀取 你剛剛存的這個 球員名單檔 然後再進到你要玩的遊戲模式中 然後這邊我就切換到這個隨手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個林木一朗 他就會在這個球隊裡 那再來是這兩位觀眾的問題 就我所知要玩Safe R模式的球員 就只能從一開始 創建遊戲這邊建立新球員 或是到左上角的頭像這邊進來之後 建立新球員 那如果你是從剛剛這個 球員名單這邊去創立新球員的話 這個球員好像是沒辦法在生涯模式裡玩的 那我這邊也示範一下隨便建立一個球員 像我這邊建立的這個Test APC 然後按Option鍵 就可以把他丟到自由球員名單 然後呢再來就像剛剛一樣 來到Rust Control 然後就可以像剛剛大鼓翔平一樣 找到你想要讓他加入的球隊 按Player Movement 然後這邊 喔對了這邊還有過往的那些經典的球員可以選擇 那你剛剛做好的球員會存在這個 自由球員這邊 就是這個Test APC 你就可以把他拉到你想要讓他去的球隊 那因為我剛剛沒有調他的數值 所以他的數值是1了 那一樣出來的時候記得存檔就行了 那再來這位觀眾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玩的遊戲模式也不多 然後我也沒有PlayStation Plus 有些模式沒辦法玩 但是我自己測出過可以用這個自訂球員的模式 就是有經營模式 這個全雷達挑戰 熱身賽 復古模式 季後賽 自訂練習 和這個設定探索器 這邊是我測試可以用自訂球員的模式 那這邊也來順便回覆一下這位觀眾的問題 在PS的裝置 但是你的秀線上模式要另外買PlayStation Plus才能玩 沒有錯 那再來這個問題 自訂球員不在大檸檬名單的話 訓練場這邊可以用R1或L1去改成3A或2A的球隊 那接下來這兩位觀眾有問說要如何購買裝備 你可以從左上角頭像進來 然後用R1切到買Collection 然後中間這個Community Market 然後再點中間這個Equipment and Perks 這邊就可以選擇看你要買這個裝備還是徽章 那進來後你可以按方形鍵 然後按這個Flutter 篩選 然後就可以從這邊去篩選你要的條件 像這個就是可以篩選你要的裝備類型 決定好後再按Option鍵就可以篩選 那找到你要買的東西之後呢 你就可以點它 然後按Buy Sell Options 然後按左邊這個Buy就可以買 那再來這位觀眾是看到我生涯模式示範二刀劉娜吉 我進比賽的時候可以選擇不同的裝備 徽章的預設配置 那這個的話呢 是你到左上角頭像進來 然後裝備和徽章都設定好之後 你就可以到PlayStyle這邊 然後Create New 這邊就可以把你的配置存起來 那你之後呢就可以從這個LOD這邊去做切換 像這個是我用來打擊的配置 然後這個是我投手的配置 那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配置 你進比賽的時候他就會問你說要用哪個配置去遊玩 那再來這位觀眾有存檔方面的問題 這邊說一下生涯模式的遊戲存檔 和角色資料的檔案是分開的 你只要不要在這個Sea All Ball Players 這邊按到Delete 角色就不會消失喔 那這個生涯模式內的遊戲存檔 如果你沒有動到這個Gameplay設定的話 它預設通常是你結束比賽畫面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你存檔 那如果你不放心的話 你可以到Settings這邊 然後找到這個File Management 然後SaveRTTS 然後這邊就可以隨便取個名字 然後按R2 這邊就可以看你要覆蓋掉原本的存檔 還是建立一個新的存檔 那你要讀取檔案的話 就是回到主頁 然後在生涯模式這邊按方形鍵 這個Load Save File 這邊就可以讀取你生涯模式所有的存檔 不過記得你要讀取這個遊戲存檔的話 你必須要是相同所備位置的球員 才可以進去遊玩 那接著來回答一下設定相關的問題 就我所知飛球的弱點是只有防守球員看得到的 打球是沒有這個顯示飛球弱點的設定 那再來這個問題 就我所知 應該是沒有電視輔助判決的敏感度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那這個留言的話 我不確定你說的明星難度是指All-Star嗎 如果是All-Star的話 在上去其實還有這個 Power of Flame跟Legend 那如果你已經調到Legend的話 還是覺得太簡單那可能就沒什麼辦法了 因為生涯模式的投手確實是相比打者簡單蠻多的 那再來這個問題呢 基因模式的風量我後來上網查到了 就是你進比賽的時候 你要把中間這個遊戲風格 調成這個Casual或是Simulation 如果你用這個Competitive的設置 它就不會顯示風量還有風向了 像是我這邊現在把這個切成Simulation 然後進比賽 這樣的話你切換到這個設置這邊 它中間就會顯示風量還有風向了 那如果你是用Compatitive的話 它就不會顯示 那這邊這些問題呢 可能有些人是在比賽中調設定 然後結果發現設定被鎖住的狀況 像這邊投手已經啟動了 然後我才突然暫停 你就會發現這邊 有些設定明明沒有前置條件 結果卻被鎖住 沒辦法調整 那通常就是因為 你現在場上的play還沒有結束 等到像這邊這個play結束之後 比賽暫停的狀況 你再進來這邊你就會發現它沒有被鎖住了 那至於這位觀眾的傳球問題呢 其實這個聖養模式傳球 你只要不要急慢慢對準 甚至不一定要瞄到最中心 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其他就是看你的傳球準度的數值 那再來呢 回覆一下這些跟聖養模式相關的留言 那這個留言說要怎麼提升能力 基本上聖養模式你最快提升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這個Skillset 你看他一下就是直接給你升個30-40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徽章 還有裝備 這三個是最快拉高你數值的方式 剩下的話就是靠你休賽日的訓練 和比賽中的表現 還有突發人物去慢慢提升 那接著這些問題大概都是說 要打多久才能上3A或是大聯盟 我們角色就曾經有過表現差 卻被拉上大聯盟的狀況 主要可能都還是要看你的球隊 有沒有相同守衛 然後數值又比你高的球員卡位 等你數值拉高以後才有機會被拉上去 都還是要看電腦高層的調度 那這個觀眾呢 問說聖養模式要怎麼更換手臂位置 這個的話也是要看電腦的調度 有時候可能表現太差還是怎麼樣我不確定 然後就會出現教練問你說 要不要換手臂位置的這個對話事件 那除此之外呢 就沒辦法改變手臂位置 那再來這個問題是問 比賽中突發任務的獎勵 會不會因為打擊難度或投球難度的高低而影響 那就我所知應該是沒有影響啊 反正就我的經驗開出來都是垃圾 像我這邊現在又囤了一些卡包都懶得開了 那下個問題呢 是問打擊的徽章要放contact還是power 這個我覺得其實也沒有一定要放什麼 都還是要取決於你自己的打擊風格 看你如果要追求打擊上壘率 那就選contact 如果想要追求長打的話那就選power 那接著這個問題呢 是說為什麼我在外面的這個數值 反正比比賽中的數值還低 那你沒有看錯喔 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 裝備給的數值 它不會直接加在你的能力值上 各位可以看到能力值上面還有多一排那個 兩根球棒交叉的數值 那個就是裝備的數值 它並沒有直接加在你的能力值上面 它這個是要等你進到比賽之後 它才會把它加上去的 所以在比賽中的數值顯示還會比外面這邊還高 再來這個問題是問說聖雅魔師玩捕手的話要配球嗎 那我這邊測試起來看起來是不用喔 電腦它會自動配球 手備只要負責接捕和傳球阻殺而已 那這個觀眾是問說 這些球員旁邊的這些符號是代表什麼意思 那首先第一個這個綠色雙箭頭 就代表是二刀流的意思 那再來這個橘色箭頭的意思就是百大星秀的意思 那這個只有一個藍色的猩猩 代表的是它是大聯盟票選出來的明星 那這個一紅一藍的小猩猩 代表的就是小聯盟票選出來的明星 那這個火焰符號就是代表 它最近的狀況很火燙很好 那相對這個雪花的符號就是代表它的狀況很低名 那這個繃帶是代表它是小傷 然後還在休養 但是沒有放進傷兵名單的狀態 然後這個艾柔的話 大家應該也知道很明顯就是 躺傷兵名單的意思 那這個藍色W的符號就代表的是 它被放在浪度名單 然後這個黑色的D就是DFA的意思 那我目前印象中就這幾個符號 然後再來這個觀眾問說 聖牙模式需要課金嗎 不用喔 完全不需要 那這位觀眾是問說要怎麼改變聖牙模式的主場 那我們就在休息室的左邊這邊 Legu Stadium Assignment 進來之後呢你就可以調整每個球隊每個層級的主場位置 然後這位觀眾是問說想要知道修賽訓練項目的意思 嗯...我不太去你真正想要問的是什麼意思 不過我猜應該是想問說那些提升的能力數值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那我這邊就切到這個能力值這邊來講一下 那第一個是對右頭的康泰數值 第二個是對左頭的康泰數值 那康泰數值越高就代表你擊球率越高 那第三和第四個就是你對右頭和左頭的POWER數值 當然你POWER越高就代表你打出去的球越強勁 越容易形成長打 那FAYS就代表你的碰球能力喔 數值越高就越容易把不好打的球破壞成界外球 那再來DSC就是你的選球紀律 數值越高你在check swing的時候就越容易忍住揮棒 再下一個CLT這個是你的打擊抗壓力 這個數值越高就越容易在得點圈有人的時候打出好表現 那再來這個BUNT跟DBUNT就是短打跟突襲短打 那數值越高就代表你越容易點出比較好的球 那再來這個DUR就是代表你的身體數值 這個數值越高的話你就越不容易受傷 那下一個FLD就是你的防守數值 數值越高就越不容易失誤 ARM的話就是你的臂力 越高的話你傳球就越快 那ACC的話就是你傳球的準度 越高的話就傳越準 那RESC的話就是你的手背反應力 數值越高的話你手背的慢動作時間就越長 那SPD就是速度 數值越高就跑越快 然後Steal就是倒雷數值 數值越高的話就比較不會被牽制出局 然後BRAGG就是你的跑雷技巧 數值越高的話你在很接近的雷包攻防 可能就比較不會出局 那這個STA就是你的投手體力條 數值越高的話你就可以投得越久越多顆球 那H9的話就是被安打的機率 你數值越高的話就越不容易被打神安打 那K9的話就是你的三陣能力 一樣數值越高的話就越容易三陣打著 然後BB9也是同理 數值越高的話你就越不容易投出寶 H9也是你數值越高的話就越不容易被敲出全雷打 然後這個PCLT就是你的投手抗壓力 數值越高的話在得點圈有人的危機就越不容易被對方打到球 然後CTRL就是你的控球能力 然後VEL就是你的球速 BRK就是你的球威 那這邊注意一下這三項能力都是取決於你每個球種的最高數值 每個球種都還是有它各自的控球球數跟球威 那後面那四項呢就是你的手背數值 剛剛打者那邊介紹過就不再重複講了 再來有很多觀眾都在問遊戲的裝置有哪些 能不能用電腦玩 那這個遊戲主要是在 PlayStation Xbox Switch 上遊玩 電腦的話聽其他觀眾說可以用Xbox Game Pass 玩 但在台灣玩好像還要開VPN 而且網路狀態的好壞會影響到遊玩體驗 那這位觀眾也問說Switch版的介面會一樣嗎 那我稍微看過外國用Switch遊玩的介面喔 基本上不同裝置應該是不會差太多啦 頂多就是按鍵的顯示會不同而已 那再來這個問題我自己的話前陣子是用PS4玩 但後來真的卡頓越來越嚴重我就換PS5了 那接下來回答這個遊戲購買相關的問題 首先這位觀眾問說 只玩單機的話有需要買豪華版或MVP版嗎 我覺得只要買一般版的就好了 那些更貴的版本只是多了一些卡包遊戲幣 還有這次的封面主角小葛的球棒 沒玩鑽石王朝模式的話卡包就完全沒差 遊戲幣的話可以玩遊戲慢慢賺 我覺得最大的價值就只是在那隻小葛的球棒而已 那在我錄影的當下是還沒有看到那隻球棒真實的外觀到底如何 反正如果對小葛有愛的話再買就行了 那再來這個觀眾也是單機玩家 問說要買特價的The Show 23還是The Show 24 那如果是我的話當然會直接買最新的 因為新的說不定有什麼新功能、新模式或是新的優化內容 最主要是要有新的內建球員 有三本遊生、金勇生態、禮政後等等 今年新加入的球員會直接內建在球員名單內難道不像嗎 而且說不定The Show 23沒有的正宗者 他The Show 24也會內建 這樣就不用像剛剛一樣還要一直在那邊挑球員名單 還要再額外自己去下載別人做的也不知道像不像的球員檔 欸不過我也是新玩家啦 不確定舊版本的The Show會不會持續更新球員名單就是了 還請知道的大佬在下方留言 那如果不在意這些新內容的話 想省錢就買The Show 23吧 那最後的這些問題 都是問說The Show有沒有中文版 我只能說很遺憾的並沒有 看網路上有些大佬們是認為 官方覺得亞洲的市場太小 更別說使用華語人口最多的隔壁鄰居 對棒球又沒有太多的興趣 所以不想投入那個成本做翻譯 我們現在能做的也只有建立推廣的棒球 推廣了這款遊戲 讓官方願意投入亞洲市場做翻譯了 所以當我看到有些人留言說 因為看了我做這個系列的影片 而也想買來玩看看 對此我也是感到蠻開心的 好的 那目前收集到的問題暫時就這些了 原本以為這部影片應該會蠻快弄完的 但沒想到光整理留言和打稿就花了不少時間 更別提後面的影片錄製和剪輯了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的話也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知道的話都會先用文字回覆 未來有機會的話可能一樣會再做影片介紹 那這集就先到這邊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